韓国人气天团Super Junior M 带有华人血统的团员周密 抵达台湾 虽然不是假日 但还是有很多歌迷 翘班翘课来接机 每次来台湾都有一种 像回家的感觉一样 周密展现亲和力 跟歌迷打招呼 这次来台除了要为周六 经纪公司举办的 家族演唱会开唱 还要为个人新专辑 举办见面签唱会 近距离跟歌迷互动 但唱片开卖当天 却因为排队动线不清楚 现场粉丝起爆 前一天晚上 歌迷就去熬夜排队 但百货公司没有事先 安排好排队动线 让歌迷只能挤在 狭小闷热的楼梯口 度过一整个晚上 你不规划好 然后你门这么多个 你让大家自己去排 然后你说你 你说你一次门打开 然后大家那边 超多人跌倒 你万一发生踩踏事件 真的有人受伤什么 其实周密新专辑 早在去年11月 就在韩国发行 有歌迷早已经购买 但唱片公司规定 必须要到指定百货公司的唱片行 购买台湾版的专辑 才可以兑换门票 获得签唱会资格 等于播歌迷两次皮 如果再加上家族演唱会 特区门票 粉丝得要花上6700元 要买几张都可以 看个人啦 就是如果你真的很喜欢他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是没有关系 不只周密 FX中的Amber 也要开个人签唱会 分镜合集是韩国艺人 一贯的商业操作 先组团卖唱片 红了之后再推个人专辑 单飞不解散 还要跟同公司的艺人到海外 一起举办拼盘演唱会 但歌迷为了可以一读偶像风采 抛钱不手软全数买单 也让经纪公司赚宝宝 记者陈正茂 陈志宇 台北采访报导